第十字幕 李宗盛 第十字幕 李宗盛 第十字幕 李宗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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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葵 把伙计们交出来 幸福 阿葵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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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过去 这儿啊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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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 来 走 来 来 来 走 云长 你身体刚刚恢复 就别干了 现在医馆人手不够 顾不了这么多了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不是叶医生吗 这没事吧 他今天好啊 是啊 皮肤还比以前白了 更漂亮啊 是不是 是吧 是吧 现在大家相信我们家的解毒丸 是有效果的吧 看来这药真的有肉 你给我来一盒吧 大家排一下队 排一下队啊 按身体板 都排队啊 排队排队啊 都往后排 都排好队啊 都有 大家排一下队 大家排好队 要有的是啊 这是你的啊 那好 这一盒药啊 是三个疗场 早中晚吃 饭后吃啊 排队排队 这是一盒药啊 早中晚吃 饭后吃啊 这是你的 要不然伤胃 都有都有啊 别着急 老板娘啊 排队没人都有啊 赚钱了 好 今室行医还赚钱 好门门 一日三四 按时吃啊 来来来 排队 排队排队啊 来 我这边排 这边排 一定要慢着重点 也有你的功劳啊 赶走啊 是他人的 到时候我跟我爹说 给你加工钱 加多少 谢谢 你怎么来了 没想到前面不见 右边陪了 下一位 联系联系 一个三次啊 大姐 都有 听说你之前的隐身势度 大家排好队 你没事吧 没事 我要三盒 一日三次 你来得正好 三次吃啊 有事跟你说 饭后吃啊 好好好 饭后吃啊 记得 来 你看到这些人了吗 好 谢谢啊 这都是我的 怎么了 这是你的 他们现在 一边喝着特效药 一边吃着我们做的药碗 这样一来风毒虽然可以解 但是马飞的毒瘾无法分支 所以呢 我建议你啊 把他们集中起来 隔离治疗 好啊 可是我已经下令禁止出售特效药了 对对 我要两次 那只是表面 你不是一直想对叶云长表面心意吗 现在这是个机会 至于药不要来看你自己 我来猜合 好 谢谢啊 除了吃 好 谢谢啊 都吃我的 好 谢谢啊 回家多吃啊 记得吃啊 都有 都有啊 谢谢啊 所有人听着 是 你们买完药之后 到这边排队 跟我去接受 免费的隔离治疗 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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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 这叫什么 特效药马飞过量 长期服用 对大家的身体有很严重的伤害 我呢 也是为了大家的身体着想 对 乔警长说得对 这也是为了大家的身体着想 大家配合一下排队吧 叶大夫都说了 那怎么说 那这就不太耍了 好了 别碰水了 谢谢 千万别碰水 好 爹 你怎么来了 我去工地了 经过这里看看你们 工地 这次你们把胡锋的毒给解了 叶家药厂才有重建的希望 我的女儿真是好样的 爹 这您可说错了 毒锋的解药呢 是沐星辰制作的 所以说我们只是帮他打个下手 再说了 沐星辰他是身藏不露 对吧 圣野 没有这回事 主要是云长和天瑶药配的好 我冲几量 就是个打下手的工人 现在像你这样 医术医德兼备的好医生 真的难得 对了 等我们药厂建好以后 有没有兴趣留下来帮忙啊 研制新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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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留下来 就是我们一家的一份子了 快快赶快答应 快答应啊 能治药救人 当然是好的 但是我离家多日 得回去一趟 叶老爷的心意 信你了 鱼儿 来 你一定要帮爹把他留下来 我看星辰这个孩子 踏实可靠 医术不凡 难得的人才啊 小妈都要把我嫁出去 我哪还有脸留人家呀 这还不简单 爹帮你解决掉 还是爹最好 爹你放心吧 没有我的吩咐 收姨赶回去啊 少爷 老爷 叶会长来了 好 秋师兄 大家光临有失远迎啊 来 请坐 好好 请请请 震天 快出来 震天 岳父大人 有失远迎啊 其实我今天来 是想说一下 我们两家的事情 秋师兄 有话直说 需要这把什么彩礼啊 我们都答应 其实 其实呢 我就直说吧 其实你们都知道 于儿从小就性情顽劣 不爱受管束 现在年纪尚小 我觉得不太适合谈婚论嫁 所以今天来 希望贤侄能 另选良缘 不要耽误了终身大事 你是来退婚的 对对对 都要怪我夫人 也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那这些都是她收下的聘礼 今日如数奉还 我就先告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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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吗 嗯 把眼睛闭上了 把眼睛闭上了 准备好了吗 你之前吃过我的药 我现在帮你清除颅内瘀血 有疼痛感是正常的 忍耐一下 沐星辰 我 你怎么会在我家 你对我妹妹做什么了 小水 小水 快快快快 快起来 没摔着吧 啊 哥 小水 哥 你眼睛能看见了 能 你能看见我了 能 我的眼睛能看见你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的眼睛能看见了 等会儿 这怎么回事 他是我的恩人 沐医生 谢谢你织好我的眼睛 别这么说 尽医生的本分而已 你们两个是兄妹啊 小水 你眼睛刚刚恢复 多注意休息 我先走了 小水 多注意休息 我先走了 就送到这儿吧 兄弟 我这个人不是敢会说话 大恩难以回报 这回算我欠你了 我救小水 是尽我医生的本分 以后也请你少帮乔正天 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走了 留步 兄弟 记着 以后有什么用得找我的地方 找我 好 现在我们云海市 呼风病毒不断蔓延 而且还有传染的倾向 有人打着治病的旗号 销售假药 让人染上了毒瘾 自己 自己却大发横台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实施禁令 所有 透过假药的 还有被呼风遮过的人 或者是吸过毒的 全部抓起来 关进隔离间 进行治疗 那 那要是遇到 不听话的怎么办 一律枪毙 行动 沐星辰 让你喜欢云长 以为你 他跟我退婚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看什么呀 你的婚事都解决了 彩礼爹都退回去了 我就知道爹最好了啊 给你吹吹呗 都是你娘 目光短浅 打个麻将就想把女儿给卖了 本来没什么事 这么一闹还得罪了乔家 震天 乔震天 你这是干吗 市政府有令 要强制所有对特效药上瘾的病人解毒 乔局长 沐医生的病我可以帮他治的 嗯 你们不用担心了 回去吧啊 没事 云长 行程 强制隔离解毒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那些病人 包括我 乔震天 我跟你走 叶慧成 我这也是秉公处的 如果有什么意见 您尽管说 没事 我接完多久回来 放心 你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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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 沐沐 沐大夫 怎么了 齐探长 进进进 你去喝以后 小心一点 如果有人找 找你麻烦 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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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命要紧 知道了 他们吗 外外外 那个警察 我敢 很大王的 不敢对 但是 里 里 里面的人 还负责 安静 安静点 多谢你 好好好 好自为之 好 酒不错啊 哥 好酒啊 先来的 到这儿 就得守规矩啊 我是这儿的老大 干吗 不听我呢 就别想活着出去 也不知道 书衣怎么样了 不行 我还是得去看看他 等着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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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给我瓶药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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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水我这儿有的是 想要啊 拿钱来还 钱 要要要要要 钱给你 大哥 药水 求你了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来 来 再喝的话就回不去了 傻瓜先生 你就算不为自己想 也该为在外面等你的家人想一想 你可不忍不住啊 哪儿 哪儿 肠痛不如短痛 好啊你 敢私藏药水 这明明是你卖给他的 药在你手里 你还敢诬赖老子 你说 这药 到底是谁 卖给你的 是他 是他 人赃物证俱在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给我好好的教训他 你 现在我问你 谁是老大 你是 你是 你是老大 乔真听他就是想要趁机报复星辰 等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他 你可别收拾他 你看这地方条件这么差 我真怕星辰出事 他是来戒毒的 又不是来坐牢的 倒是你 星辰长星辰短的 文轩听到会生气的啊 云长 我想跟你说点事 我喜欢的这个人 他风趣幽默 而且艺术高超 我只是不失败 你还记得 上次我们一起出去采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就再想想办法 去 你说他不差了 这个是什么是什么 小朋友也说不定 这些是什么太狂了 这些是什么太狂了 太狂了 这个是什么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好人家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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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不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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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们几个 出来 啊 啊 住手 住手 开门 你是谁呀 你凭什么打人啊 哪儿来的小娘 再多事连你一块儿的 试试课 简直是目无法尽 你干什么呢 拳都抓起来 带走 快 走 星辰 你没事吧 没事 还没事 他们都打你了 有人安算我 乔正天 这人太杂了 要不你批准让我带沐星辰回医馆去戒毒 虽然我是局长 但也得公事公办 看在你的面子上 以后这间房间让她一个人住 也算是最高待遇了 放心吧 天瑶正在照顾她呢 以后我让阿瑶经常来给她送饭 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呃 我也看出来 天瑶喜欢她 俗话说 女追男隔层杀 应该没有男人会拒绝吧 沐星辰也不例外 有什么不一样吗 啊 行 那以后我都自己来 走了 以后除了楚天瑶 任何人不能接近沐星辰 可是老大 咱们总管着那小子 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那怎么 让她消失啊 走 走 进去吧 谢谢 星辰 我给你带了些菜 阿瑶 你不用天天来看我 云昌一个人在医馆 肯定忙不过来 你回去帮帮她 是云昌叫我来的 你在这儿 可得小心啊 我倒没什么 要不是那几个人 安算我 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倒是那个傻丫头 忙起来肯定没日没夜的 赶紧回去吧 我过几天再过来看你 来 爹 手艺在里面我始终不放心啊 云儿 沐星辰是去戒毒 又不是坐牢 没什么大不了 等他戒了毒自然就会放出来 那万一有人欺负他呢 不给他吃不给他喝不给他睡 那万一 放心 我知道你担心他 看不得他受一点苦 可你有没有想过 你心这么软 怎么帮他戒毒啊 爹 爹 行了行了行了啊 我答应你 过两天我叫大黄把他戒出来 可以了吧 就不能再快点啊 你呀就别得寸进尺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听爹的 回去休息吧 去吧 那我听说 你听说是小姐吗 你不知道要是小姐吗 你也不知道要不要 你怎么做 你不想吃什么 糟了 是神兽的病更重了 让星辰赶快回去 你快带我去报信 这得马上告诉他才行啊 快点 快点 我离去得开手严密 我得想想办法 这下可怎么办呀 有了